至于说像以色列大家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 其实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雷塔利亚胡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领导人 他跟川普的成长经历完全不一样 他是野小的突击营的 就他是类似于像 以色列总参直属的特种部队的成员 他的哥哥也是肯尼亚 我们知道的这个乌干达这个救援行动中 唯一牺牲的带队的指挥官 人家是真的打出来的 他们兄弟都是特种部队的 他哥哥死于营救人质的行动 而且是那次战争中唯一一个殉国者 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几次担任以色列的领导人 他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领导人 但是他跟川普的关系比较好 而且川普在上一届支持以色列的政策 包括今天一直在支持 所以以色列人从来都不担心 以色列人只是不说 你不要认为很多犹太资本家 知名的犹太的投行的老板 包括大公司的CEO 都是支持民主党的 长期是民主党的饭票 但是他们鼓着你 都属于强烈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在以色列建立了以后 他们唯一担心的 就是以色列被伊朗这样的国家干掉 所以在未来 他们为了自己的祖国 也被迫 要跟川普站在一起 未来的中东政策 没有什么悬念 唯一的亮点就是 习胖会有什么动作 但这个东西对美国政治很重要 但是对美国人不重要 美国人对在中国发生的事 包括中国内部发生的事 几乎不感兴趣 就你只是一个原料的提供方 你只是一个消耗品的提供方 而且是廉价的 中国有什么东西 能让美国人感觉到威胁 或者说离了你地球就不转了 比亚迪 电动车 美国路上就没有 他基本上就不给你进来 所以有很多时候 中国人所乐此不疲 谈论的一些问题 在美国真的没有 不存在 蓬佩奥不太愿意 在第一时间会做出什么动作 虽然他已经发表了感言 但是怎么说呢 对川普而言 选择蓬佩奥和选择 这个尼科黑尼 都是他的选项 就对他来说 对他来说都是他的选项 没有什么特别的 而且蓬佩奥在这次竞选中 犯了一个错 蓬佩奥在之前曾经说过 如果我的老上司参加2024的选举 我就不会参加 但他食言了 他参加了这个初选 党内初选 后来宣布退出 按照他原先的承诺 他就不应该 参加党内初选 否则的话 万事就不会是 副总统的 这么热门的一个候选人 没有 我只是今天确实有点 逼了四年了 是吧 很多话不敢说 包括这个选举的一些东西 我实际上都已经 怎么说呢 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在美国大选结果出来之前 任何一个外国人 包括像我这样持有绿卡的 因为我毕竟持有中国护照 虽然他已经过期了 就是说 当你还不是一个美国公民 你不能投票的时候 你就不要在选前 干预美国大选 当然 如果你是一个美国公民 或者已经规划了 我也尽可能的劝他们 去投票 是吧 所以 很多 美国公民 他们对美国最大的贡献 就是手上的这张选票 对美国公民